好,我们继续来录这个燃烧的世界德国存档啊 其实这个存档我已经打不下去了 所以在上期的结尾 我提了一个不可能的硬币数量 就是为了不想再录下一期 没想到大家还是能把这个硬币给凑出来啊 所以我就勉强录一下 在上一集的结尾 我已经一录这个吃饺子吃到了这个秋名啊 然后看了一眼这个苏联投降度才82% 我就知道已经没戏了 因为都打到这个位置了 还不投降 那就代表要把这个苏联全劲都吃掉才算赢啊 我们只能退而求其次选择这个另一个决议 就是与苏联和平这个决议啊 这个决议就非常尴尬了 需要我们占领这个乌拉尔以西的所有苏联领土 他这个说的实在是太笼统了 他说乌拉尔以西我就不知道 到底哪边是乌拉尔以西啊 也就是我们得把上面这边都拿下来吗 甚至连这个岛都拿下来吗 他也没说清楚啊 所以就非常离谱 我们现在的计划也很简单 就是先巩固这个乌拉尔山的防线啊 然后我们先把下面离海地区的苏联吃掉 吃掉了之后再去图谋一下北面 运气好应该是能拿下的 只不过北面这边全是森林啊 这种地形是最难的 我从来不喜欢打这种地啊 但是这个模组就很变态 他把这个苏军装备射成是无限的 你可以看到已经43年年底了 我已经吃了无数个饺子 但是苏联刷出来的部队全是满装备的 他连装甲吃都是满装备的 也就是他从来就没缺过装备 他在这种烂地里面和我耗 他也丝毫不怕 我的装备每时每刻都在减少 他的装备永远是满的 这就很难打消耗战 我在和苏联开战之前 把欧洲的小弟全部吃掉 主要是怕他们在我和苏联交战的时候 在前线吃我不挤 导致我这个装甲是被包 没想到我现在这个填线部队 已经完全不够用了 这个意大利过来帮我填线也没什么用 我现在基本上每格都不能保证有一个吃 就很尴尬 但是苏联圈一点都没有事 他现在有179个吃 比我们正面的吃都要多 我还放了几十个吃在四处防守 他这个部队刷的比我们吃的还快 这也没有办法 还有一个坏消息 就是这个北非已经被美国登陆了 他之前想登陆这个法国 被我新刷出来的部队给难住了 我也是在冰箱里面放了不少兵 以备不时之需的 但是这些兵很快也枯竭了 因为我的人力也不够了 我实在想不通 这个美国明明是日本宣的 但是美国根本不和日本在东南亚打 他把这个东南亚的这些地权扔给日本了 然后他所有主力权派到这个 地中海来打我 我想不通啊 完全就没有任何对他进攻的这个意愿 而且我发现这个叙利亚好像也被他登陆了 我们得赶紧派部队过来防守了 不然待会我的油田就要遭殃了 我们现在这个油已经多的溢出来了 待会可以全军换装这个装甲师了 我们一定要把这个油田守住啊 非洲丢了就丢了 这个油田要丢了就寄了 关于这个轰炸方面 我倒是没怎么被炸 我看了一下我这个德国西部的这个年表 我一年就吃掉了他3000架轰炸机 我不知道这个英国是怎么刷出来那么多飞机的 这个AI作弊也挺明显的 他给自己刷飞机 然后美国是给自己刷部队 然后苏联也是给自己刷这个步兵师 非常的离谱 我看了一下这个英国啊 我之前看过英国已经没有飞机了 但是他现在突然又多了几千架飞机 也是挺怪的 我之前已经把他飞机打完了 结果他又刷了几千架飞机出来 他这个都是10001000的刷的 这个都是个整数 而且他这个人力也是无穷无尽的 他现在已经有 这个什么100万人力了 比我人力都多的去了 而且他还是开着这个广泛的情况 他要是跟我一样开暗需 还不知道有多少人呢 所以我们这期的目标就很明显 我们就是看看能不能和苏联打成和平状态 如果不行的话就算了 因为这个游戏也没有意义了 这个AI给他刷的东西是无限的 我们除非开始局就早战 把这些国家全都在二战开始之前全部吃掉 要不然打成这个持久战 我是必输的 因为他这个装备是无限的 他是从这个虚空招来的部队 简单看一下我们的库存 目前库存里面很多装备都过剩了 因为我之前一直在手操 没有去管这个运营方面 导致我一些基础装备比较缺 但是我的高级装备是不缺的 尤其是这种中型坦克 我们有6000辆的这个4号坦克在库存里面躺着 之前主要是因为没有油 我不敢开 现在我们油完全是够用了 但是在这个苏联这个地方开也没有意义 我们待会可以让我们的防守时开这个坦克去防一下这个美国人 我们目前这个产能方面首要任务就是简单补充一下这个卡车 这种装甲车什么的 我都可以替换成其他的这些机械化装备了 就是卡车没办法替换 因为他是各种资源连都需要的 其他东西我们就替换成更高级的装备 比如这种中型坦克之类的 我一直比较奇怪 这个AI苏联美国英国都在不行的刷部队 刷飞机刷船 意大利你为什么不刷一点呢 到现在这个船总共只有6艘都没有我多 我就觉得离谱 他这个船估计都是坏的 我们先从阿斯顿地区抽掉4个尸 然后到这边稍微堵一下口 其实堵哪都是一样 主要还是看这个飞机的空域 因为我们飞机至少能辐射的到不让他这个坦克 配上飞机四无鸡蛋的进攻就行 然后我们再从这个尾军里面调一批部队啊 因为这个法国北部我们部队已经够多了 不用再手了直接抽出来一批 先去叙利亚解决一下问题 必须把这个美国给拦住 不能把我的油田给弄掉 然后再抽另一批出来 好这样我们就拉了20个师出来 这样的话这个南边应该是能保住 我们这个支援装备太多了 可以不用造了 简单多造一点这个卡车 卡车还是比较重要的 因为每个师都需要这个来补充支援连 我看了一下这个奥斯特南和这个乌克南 人力都挺多的 我们赶紧招点伪军啊 就招这种国家的伪军 伪军我们直接到这个骑兵师啊 我们先把部队给他弄出来 等有部队了 我们再转成其他我们需要的部队就可以了 这边有一个特殊空城市开始重水生产 送我们一张200的核科技卡 我看一下这德国的格策里面还真没有这个核科技的加速卡啊 我们可能比较需要这个东西啊 这边我们又多了几个总督侠区 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出来的 估计是我们把这个苏联拿下了很多地了 所以可以组建了 因为他之前说的要求是 点这个最终的顺利 但是他现在又不要求我点了 非常的怪啊 所以我们可以直接组建 把这个人力给释放出来一点 我这个南面想吃饺子还比较困难啊 他这个补给站设计的非常离谱啊 要从这边一直延伸过来 我们这边铁路全没有打下来 如果从上面延伸过来的话 我们这边铁路也没有打下来 导致到处都是差一点补给的样子 这边铁路正好也被断掉 我们到处都得打通关节才能赢下去 目前对于我们来说 唯一的好消息就是 已经到三月份了 马上夏天就要来 到了夏天的话 我们这边的部队就会行动速度更快一点 这边我们再点个义务兵役 再多拉一点点人力出来 这个工厂铲除其实已经不重要了 而且我们这个稳定度也是非常高 根本不需要 这边简单再剥削一下 这几个刚放出来的地方 降低一下我们的经济衰退 再开一个修理 再帮他修好就行了 政治点太多了 我们全部点加这个战争支持度的吧 战争支持度高一点也好 其他东西随便安排一下 这边还是先打通 这条铁路比较重要 只要打通条铁路 我们就可以停下来稳固防守了 先宣传宣传 乌拉尔山以东的地区已经不重要了 我们先投部队可以先撤回来 没必要抢占这些没有意义的城 虽然这些城拿下来之后 给我们这么多的工厂 但是没什么用 我们都是占领区的工厂 拿到手也没有什么意义 这些城拿到手也没有什么意义的城堡 我们先撤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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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知道这个是怎么回事啊 这个AI是不是作弊啊 他为什么有10个机械化部队空降在了开裸啊 他是怎么做到空降的 是我看错了吗 他这边什么也没有啊 把其他东西都关掉 他怎么空降了10个机械化部队在开裸啊 这个超时空部队是吧 刚开始我还是比较力挺这个模组的 但是他这10个机械化部队空降开裸真的是眼都不眼 而且连一个指挥官都没有 就直接刷在这个开裸的 你要是一直这样在我的后方刷部队 那我前面的部队放的是什么意义呢 我直接把所有部队全放在开裸得了 等着你刷就行了 所以我都怀疑这个叙利亚 还有北非的这个美军啊 都是刷出来的 就差直接在柏林刷一堆部队了 然后我所有部队折越回家回防是吧 他现在这10个室我都不知道怎么处理 这个满黄条满绿条 直接空降在开裸 我只能拿我这边准备去防守阿拉曼的这几个部队 过来回防一下 直接去把它包一下 让他不要乱跑 不然把这个铁路一断 我前面部队全部死完 我这边部队不用防守直接全拉回来 没有必要了 这个一直在我后方刷的 我守这个前线没有任何意义 突然觉得我们这个苏联也没什么打头了 我往下直接把他这边包掉 他马上又给我刷几十个尸在这个位置 然后上面这一块还有很多地 他根本就没有这个铁路线的 他连一个补给中心都没有 我们只能拿这边的唯一一个港口来当补给中心 这边一条线一个补给中心都没见 主要是把整个乌拉尔山 以西给打下来真的是非常离谱 我们现在就来左手处理一下这个所谓的空降机械化军团吧 他直接折越一个军 他要折越一个尸我都好解决 他直接折越一个军我就没想到 我刚刚放了一个部队过了 突然他直接又落地了 他这十个尸怎么处理啊 还在想这个英国的部队怎么杀不完啊 我记得我上一次看这个战损的时候 英国只剩十个尸了 他怎么突然又变成30到80个尸了 这样子我没法玩的 我把港口堵一堵不让他吃到港口 他这个部队落地直接跟开了无双一样 因为他这个都是满状态的 我部队状态都不好 他这十几个尸冲我我拿什么手 所以我的选择就是放弃 这个存档已经没有打的必要了 要么我就把所有部队全部拉回家 或者拉到这边油田这边一蹲 就和他护号就完事 大家都不想赢 都别想赢 直接沉字化开始修碉堡 这个太离谱了 我再这样的话我得把我的前线的装甲 是给调回来处理这个机械化部队 不然我这种垃圾前线是根本扛不住的 我们这边也快包上了 他这个苏联 已经呆掉了 因为他这个部队都是 这个凭空给他刷出来的 他没什么指挥能力 他这些部队就只能原地呆在这边 站着 我们只要把这条线打通了 还是随便吃 但是北面我是真想不到什么解决办法 因为他都是没有补给的 我不可能在我的20天斜行补给之内 把他给跑掉 我的部队没有这种长途跋涉的能力 不可能20天给他把整个这个北冰羊给他跑一下来 所以北面这边真没什么解决办法 还是一口一口的吃呗 然后上面这边他估计部队抢完地之后 就溜了我们 带一些卫戍部队过来再回收一下 这边也是继续回收一下 其他地方就算了 这边美军也上岸 他这个部队估计也是刷出刷过来的 我们放那么多部队在这边还缺补给 他肯定是不缺的 因为他是AI 他是不会缺补给 已经完全打不过了 他把我补给断了 我现在却补给了 我们简单切到这个美国看一下 他这边大概抓了18个这个坦克师 这个坦克师里面用的都是这个M4A1中心坦克 所以能看出来他这个坦克师是不愁的 再看一下这个苏联 我记得我刚刚看的时候他是179个师 对吧 我又吃了他10个师 他现在变成了204个师 又加了几十个 这个是永远刷不完的 永远刷不完 他这种刷出来的部队有一种特征 就是上面有一个已经退役的这个符号 就是他这个师他自己都不用 他是造不了 他只能靠刷来刷这个部队 所以他连解散都没办法解散 他刷了无数个这种事 他现在所有部队基本上都是这种部队了 因为他本来的原生部队早就被我吃完了 基本上都是这种靠这个 估计什么代码给刷出来